最后呢也有人会问说 如果我们移情 然后把自己也陷在他的一个 挣扎的光景当中怎么办 那我跟我先生是一个使体反 事工的一个辅导者 我们以前被培训的 Steven Minister 那我们有被培训知道学习 怎么聆听陪伴对方一对一的 然后呢我们也学会说 绝对不要就随意的完全移情 不要把自己都完全移到这个坑里面去 而是呢你看这个手呢 一直是拉住这个根的 所以呢这个人就完全好像是同情 就sympathy就什么都没有去 什么行动做 那有一个人呢就over identification 过于参与 结果呢就完全他也进在坑里面 出不来 大家就有问题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备受照顾的人 care receiver 然后最右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怎么去关怀别人的时候 有同理心empathy 可是绝对要把这个手 另外一手抓住一个根基 那当然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 好我想这个同理心就停到这边 然后下面就会开始一些沟通的 结束我继续讲的ABCDE技巧 然后我就停一下请看 汪医师跟蒋宁老师 有没有要去分享这样 comment这样 对 那我 我想最重要就是啊 这个 I'm not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刚才讲的那个很多emotion emotion其实都是属于情欲方面 然后属于这个受到价值观影响的 可是你知道圣灵的果子里头 其实是没有emotion 人爱喜乐和平 这都不是emotion 人爱恩慈良善 也不是emotional 信实温柔节制 也不emotional 所以这个emotional有点像这个海浪 这个墨子这样飘来飘去 对不对 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发现你常常在emotional里头 跳来跳去 那就代表说你跟神的关系 还不够清静 那圣灵在你里头 还没有发挥足够的力量 那这个要帮助别人的话 emocracy就是说 你知道有这种感觉 但是因为你是在磐石上 因为基督磐石 你是在磐石上的 所以你不可能随着他起伏飘动 你是会给他一个绳子 给他一个棍子 给他一个什么帮助他的 但是你不会随着他起伏飘动 那常常父母亲子女间 最大的问题就是 父母没有办法在磐石上 父母跟着子女起伏飘动 那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跟圣灵跟神 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说 我在神里面 神在我里面 我在基督里面 基督在我里面 就是我们跟基督跟神 合而为一了 然后这个属灵的力量出来了以后 你就在磐石上 你就知道 人家要怎么惹你 怎么动你 撒旦要怎么攻击你 你不为所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 基本观念 那请汪医生讲 谢谢 谢谢以林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sympathy empathy 我觉得这个区别也是应该是 我们应该尽量去学习 以林老师的教导让我想起来 我十几年前在这个 开始我的psychiatry 学着residence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你们如果要是想去帮助你们的对象的话 你必须要有 要有这个empathy 要有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 你不光是要感同身受 你让他们知道 你让对方知道 你知道他们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职业训练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能够用在我们家庭里面 也是当然是 应该是很有益处的 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